這是德國台灣的露營車 超舒服的 來露營車吃 乾拌麵 嗨,大家好,我是依賴莎 嗨,大家好,我是Sebastian 我們今天要開車去露營 然後我們要去哪裡? 法國 對,我們要去南法 然後我們上一次就是有開車去南德 十天左右 然後我們這次要去更久的時間 可能幾個禮拜 然後又是跨國旅行 所以我們非常興奮又很緊張 然後我現在正準備就是要再把那個 露營車裡面的東西都整理好 該關的都要關好 因為這次要去比較長的時間 所以會跟你們分享說 我們在露營車上面是怎麼樣生活的 可以真的很舒服住上一段時間嗎 那我會跟你們分享就是 我們在上面怎麼洗澡啊睡覺上廁所這些 其實我們前天已經有來 已經大概收的差不多了 然後我還把那個整個鏡子都插過一遍 現在就是把一些盥洗用具都收一收 就可以準備來出門了 好可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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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現在要去查一下 好 嗨大家我們已經抵達第一站了 我們現在人在 我們現在人在 因為南法離我們住的城市有點遠 所以我們先在這邊停留兩個晚上 很順利這一次太開心了 那我們現在要去Check in 我們現在要來加油站看一下有什麼喝的可以買 嗨大家我們回到露營廁了 我們剛剛試著本來想說要去超市買東西 但是這邊的店都超早關 六點就關了 因為都找不到超市 所以我們就跑去加油站買了一些 可以喝啤酒 水就這樣 幸好我們昨天 我老公已經有想到說今天可能 我們到的時候會很晚 或者是可能沒有店會開 所以就先買了一些食物 還好 然後 我這邊 從台灣帶回來的乾拌麵 全部可以派上用場 哇 這是德國台灣的 露營車 所以我們不會餓死 至少還可以活著 我從家裡帶了很多衣服 什麼的來這邊 現在準備要把它放進那個櫃子 還有我的衣櫃裡面 什麼時候會用那個好好吃的乾拌麵 晚一點 晚一點 晚一點什麼時候 這是我們的小衣櫃 我已經有放一些衣服進去了 我覺得我們這台露營車很好的是 我們的床 就是不用每一天都重新組裝 躺在上面睡覺 非常的方便跟舒服 因為像在露營區晚上比較冷 所以我們都會買那種比較溫暖的備胎 像這種比較溫暖的 但是其實我們的露營車也有暖氣 覺得很冷的話也是可以調整 這邊都可以自己調你要的那個溫度 最高可以到30度 我等一下準備要去洗澡 然後在露營車上面 如果你想要洗澡要熱水的話 要在這邊調溫度 廁所的部分是我最愛的 沒有在移動的時候 我就會把東西都擺出來 這個廁所真的非常的棒 因為它置物空間很多 我放超多保養品的 所以就可以跟在家一樣 就是好好的保養 因為我想要就是很舒服的 洗澡跟上廁所 所以我就特別找這種乾濕分離的 而且它其實空間 算蠻大的喔 每次洗完都覺得很舒服 所以這個廁所我真的用到現在非常的滿意 但有一點就是它那個水壓比較小 然後上廁所的部分 就是我們的馬桶 馬桶它是固定的 你要上廁所的時候就是把這個打開 然後我們來的時候就已經都把那個化學的藥物放進去了 所以完全不會有任何的味道 然後你就是上完之後這邊可以沖水 然後沖完之後再把那個開關關起來 這樣就上完廁所了 而且你要上一號二號都沒有問題 那個化學藥劑很厲害 我要準備來洗澡了 好順便跟你們講一下就是 露營車跟在家裡比較不一樣的是 在這邊用水的量要比較省一點 因為大部分在露營區你都是要自己去除水箱加水 也是有那種就是可以直接接水管 然後可以讓你無限用水 但是通常那種露營區可遇不可求 而且有的時候都是五星級的那個露營區 費用也會比較高一點 所以大部分就是都是要自己加水 所以我自己用水的量就會比較省一點 然後會洗比較快 我通常就是晚上洗澡 然後隔天早上再洗頭這樣 不然我如果一起洗的話 我洗到後來基本上都會沒有熱水 然後歐洲也沒有像在台灣有洗頭的服務 所以還是得要自己洗 好對我今天有化一點淡妝 所以我要先來卸妝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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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剛剛洗完澡就衝出去馬上開那個最強的暖氣 好 現在準備要來保養 先來上個化妝水 這是我最愛的化妝水 因為我覺得打放的那個東西香味我都很喜歡 很療癒 其實說真的我們這一台露營車已經算非常舒適了 衣服真的就像是在家一樣 但是真的還是有差啊 像洗澡啊上廁所 就是還是需要比較靜靜一點 但是你多露營幾次其實就蠻習慣的 那像歐洲的天氣真的就是非常的乾燥 然後晚上比較冷 所以我通常一個禮拜都會敷個一兩次的面膜 那我這次就是從台灣帶回來非常多的紫面膜 可是紫面膜通常你要敷的話都要敷到十幾分鐘二十分鐘 那我覺得旅行的時候時間蠻寶貴的 所以我就是還是會盡量更精簡我的那個保養的程序 然後我今天有帶來瑞典的美容品牌Foreal 他們另外一款面膜機 這個是UFO2 上次我有介紹過他們的洗臉機 我這次有帶 我自己非常的愛 然後像現在開始就是歐洲的天氣 有的時候早上已經蠻熱了 所以如果有時候比較熱的時候 我就會用那個洗臉機再加強我的清潔的部分 然後晚上很冷的時候就會用這個面膜機 它有熱能的功效 所以敷起來非常的舒服 那它這一台最大的特點就是它的冷熱療技術 然後還有結合那個LED的光學美容 熱療的部分它可以幫助你打開毛孔 脈動的科技它可以把那個精華導入到你的皮膚基底 然後另外它也有那個冷療可以縮小毛孔 然後守住你的水分 最方便的是它可以搭配面膜使用 敷一個面膜最快90秒就可以搞定了 比你原本敷一塊面膜大概十幾二十分鐘的時間 還要縮短很多 所以你在旅行途中 你就可以精簡你的那個保養的程序 這個面膜機它可以搭配它們的面膜使用 那其實你也可以使用你自己的面膜 或者是保養品去做導入 你還可以在APP設定保養的時間 然後震動的強度 還有冷熱模式的轉換 我之前已經有試用過了 我覺得真的超級舒服 我現在接下來會示範給你們看要怎麼使用 那我今天會搭配這一塊面膜 Call it a night 它是晚上使用的 那另外還有這個是 May my day 是早上使用的水盒還有樹震這個 底座可以讓你擺放 那它上面這裡有一個透明膠圈 就把它拿起來 然後接著拿出你的面膜 打開以後是 也是圓形狀的 然後它精華超級多 那剛剛膠圈拿起來之後 就把它放上去 接著就把它卡住 就可以開始使用了 那你可以搭配他們的APP使用 或者是直接按機器使用也可以 那我之前已經download他們的APP了 然後也連接過這台機器了 它已經在我的APP裡面 按下去之後 Treatment 然後它就會直接幫你連接 然後不同的面膜它會搭配不同的光 會有不同的效果 它啟動了 然後就這樣 做按摩的動作 超舒服的 像現在4月 歐洲天氣還涼涼的 用這種面膜機 就非常的舒服 很舒服 真的你們自己要試試看 才知道有多舒服 它這個面膜裡面精華真的超多 你可以再把它擠出來 那再重新按摩一次 在脖子上面也可以 用完之後 隔天上妝感覺會比較服貼一點 那如果你覺得還不夠保濕的話 你就可以隔天早上再用那個 早上這一款面膜 加強 那我這幾次用下來之後 我覺得真的使用的感覺 非常的舒服以外 那保濕的效果真的非常好 而且它還有一點提亮的功效 其實我剛剛忘記了 我應該要先上一下這個 導入精華 因為通常我晚上會用小中瓶 我這次還去補貨 特別補比較小瓶的 放在露營車 晚上我就用小中瓶 然後早上用小黑瓶 那如果我有使用那個面膜的時候 我可能就是使用面膜前 會再加入這個導入 那我剛剛忘記了 那就算了 然後我的眼霜現在試用 跟小中瓶同一家族的 敷完面膜之後我還會再加強那個 乳霜 這個是蘭蔻的玫瑰霜 我之前一用就覺得愛上 因為它味道真的非常的香 我很喜歡玫瑰味的保養品 或者是香水 它香味真的很療癒欸 而且它不是 那種很假的那種香精味 所以我非常的愛 可是還有一個缺點就是 它太貴了 這個質地也非常的舒服 香味很舒服 然後質地也很舒服 非常的好推 然後又很保濕 然後我之前買這個 黑繃帶 這個黑繃帶也是 故意鬆鬆 可是 它的香味就沒有那麼吸引我 雖然說我覺得它也蠻好用的 但是它香味就 不會讓我覺得想要強烈再回購的感覺 因為它真的也很貴 所以我就 比較下不了手 好 這就是我晚上保養的程序 太舒服了 很溫暖 嗨大家我們現在準備要來吃宵夜 然後我老公拿了什麼 啤酒 沒有秘密 好像你不用跟他們講 他們也知道你為何啤酒啦 那我喝可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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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然後我現在準備要來煮個乾拌麵 我在想說要煮哪一款 我跟你講在露營車乾拌麵真的超級好用 你半夜想吃東西 泡麵跟乾拌麵就是我們的好朋友 然後 然後 這基本上都是我從台灣帶過來的 我愛這裡 我老公非常喜歡這台露營車 我愛 我們可以吃 我們可以工作 他很愛這個露營車 這部什麼 如果有 跟在家裡一樣的熱水跟一樣的水 我知道啊 所以還是不太一樣 總之 我現在 要來煮乾拌麵 我剛剛想說可以來煮個 蒸拌麵好了 這裡還有兩包 我今天想要來煮這個 香、蔥、椒、麻 因為蒸拌麵它有送我一個新年的禮盒 然後我回來德國才開 我很期待是它裡面還有附兩罐醬 這個醬 然後還有這個醬 然後這一款拌麵好像要搭配這個醬 這個水是我老公剛剛去外面裝的 喔對我還有帶這個 麻油霜菇 你們可以跟我講一下 這個有什麼吃法嗎 我不知道到底要加在哪裡 直接用這種大鍋子豬 因為它一包就要800cc的水 基本上我們這裡簡單的煮都可以 泡麵啊或者是沒有油煙的 大部分都可以煮 而且我們有三個爐子 所以通常你煮什麼義大利麵啊 這種乾拌麵都沒有問題 但如果要炒的話就比較沒辦法 因為我們這個沒有抽油煙機 可是我們這裡 有那個窗戶 通常你要煮飯的話 如果有一點油煙的話 就可以把它打開啦 我喜歡全部 我想我可以住在這裡 你可以住在露營車嗎 對 但你每天要裝水都沒關係 買瓦斯 買瓦斯 可以嗎 可以嗎 我們做的非常好可以去別的地方 對對對 這是一個我覺得最大的優點 對 對 然後謝謝蒸拌麵 你們寄那個禮盒給我 然後我們除了在裡面可以煮飯以外 我們在外面也可以煮 因為我們有買一個那個小小的瓦斯爐 然後我們這裡沒有比較大的碗 所以我想說直接裝在這裡面 把麵拌一拌 然後我們自己用小碗夾麵 所以在露營車其實不能煮太複雜的東西 因為你切菜什麼的也沒有什麼空間 就盡量簡單 我們現在太熱所以打算要開窗 怎麼樣 這樣加那個醬 好想加蔥喔 我覺得我老公一個人就可以吃兩份耶 可以吃嗎 要啊我要帶過來了 有魚的味道耶我覺得 這就是我們的露營生活 那我吃一點點就好了 Yes Just a bit 三條 我說那麼多 好棒 有點辣耶 我老公現在開始喜歡吃辣 好吃 好像比原本的更辣我比較喜歡 真的比較辣 其實蠻好吃的辣 你們覺得在露營車還可以煮什麼 可以推薦一下給我們 乾拌麵就好了 乾拌麵就好了 我喜歡 其實如果有加青菜的話 其實乾拌麵真的就非常好用了 只是因為今天我們去超市都沒有開 所以沒辦法買任何的青菜 對 真的有點辣 我需要很快喝 很快 這也很Q喔 哇這個真的好吃耶 而且它可以加在炒飯 或是燙青菜裡面 太辣了 真的嗎 真的嗎 這樣夠嗎 這樣夠嗎 對 這個有辣 這個醬可以喔 風味無精拌麵醬 我們現在吃完了 那你覺得怎麼樣 超級好吃 超級宵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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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睡得很舒服 好啦那我們等一下準備 吃一吃要睡覺了 要看電影嗎 可能 來看看 嗨大家今天我們要離開魯森堡了 我要先去 那我裡面都已經整理好了 現在我老公就是要把那個露營車外面都弄一弄 然後接到車子上我們就可以出發去里昂 然後 因為我們這是移動好幾個點 所以就是每次移動一個點就要整理一次 如果你真的是想要像在家一樣的話 就是可能不要移動這麼多次 可能一個定點 住幾個月或幾個禮拜 就會真的蠻像是住在家裡的感覺 但露營還是沒有比像在家這麼的方便啊 比如說上廁所啊 或者是洗一碗 什麼都是比較客難一點 但是也有屬於露營的樂趣 那我們現在就是準備要出發移動 影片的最後提醒大家一下 就是Foreo的產品連結 我會放在底下的資訊欄 全球35個國家都可以買到他們家的產品 那也有寄送到台灣 他們家的產品都有兩年的保固 所以你們可以買得很安心 好那今天影片就到這邊 希望大家會喜歡 那我們就下個影片見 掰掰 乾杯 乾杯 老公還在忙 最初的一個新鮮 我們是要先熬 政策 我們在小鮮喔